OK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朋友们看一个不一样的PK 不一样的PK呢 这边是一个39级的 应该是39级吧 没有错 对吧 39级 一个女儿春挑战 也不能说一个女儿春 就39级的第一女儿春挑战一个 39级的女拔墨 女拔墨这个门牌单条特别惨的 我跟你说 女儿春很聪明 就这把直接丢飞镖 让对面的坏小月灵 不能召唤成小幻魔 就很聪明 一个飞镖能飞镖400 OK 我们来看一下 就只要女拔墨双鸟成型 女拔墨就打不掉 OK 那这把招鸟了 招了一个小鸟 那下一把招月灵就行 对吧 镜像操作再来一次 下一把再招月灵 三个月灵再换个鸟 双鸟一成型 人外反育 结束战斗 女拔墨这种门牌 打PK真的 很无解的 我跟你说 你看这鸟啄一下 五百多 对于39集来说的话 这个五百多一刀的话 就算挺猛的了 好吧 OK 还有个事情 应该说你们说一下 就最近我自己发现很多 对吧 那种什么 视频啊 那种公众号啊 很多有剽窃我作品的 一个行为 就说你们看见这种人的话 记得举报一下 我大话的话 就如果说作者 本人不叫人间大话 那就肯定是 剽窃炮热的一个 对吧 劳动成果了 就希望说你们看见的话 可以举报一下 好吧 也希望说你们 知识正版 OK 这个时候 女儿村封还是封的很久 但女儿村的话 嗯 没有带一个配数 没有带一个输出 带了一个配数宝宝 所以说女儿村是完全没有能力 去亲对面的一个换魔 没有能力亲对面的一个换魔 没有用了 对吧 他下回要再招小月宁 对吧 宝宝解开招小月宁 三个小月宁一起了 就可以换 换那个 鸟了 就只要对面拴换魔力成型 我跟你说 随便打 你看这个月宁还可以拍巴斯边去 OK 哎 这把女儿村打得不好 这把女儿村的话 应该要先亲月宁啊 他这把可能直接换鸟了 对面的吧 对面这把没有敢直接换鸟 你看见没有 他怕女儿村直接亲走两个月宁的其中一个 就换不成鸟了 他就 觉得比较稳 对吧 招四个小月宁 我再换鸟 OK 宝宝的话 配 配鼠也死不了 丢飞镖 这个时候我觉得女儿村应该差不多可以放弃了 好吧 OK 酸鸟成型 酸鸟成型的话 再招两个月宁 就 后面三个单位 前面五个单位 就局部形成一个八打 八个单位 打两个单位的一个局面 就 这个 无解的局了我跟你说 兄弟们你们觉得三十九级 哪个门牌可以单挑 打得过 女拔木 我觉得没有真的 我觉得三 三十九级 怎么四十九级啊 我觉得女拔木这个门牌单挑无敌真的 说句心理话 本集越低 坏猫越厉害 这坏猫是真的猛 你看 走过来五百 六百 就五百六百对于预约 对吧 三十九级这个血量来说的话 就先单预约 大蛇 咬了一口 你看 卓五百多 你看 猫猫猫 我靠 你还把卓 一千包钱血 他这一个壁垒击破大宝宝才六百多 兄弟们你们觉得哪个门牌可以打 打得过女拔木啊 OK 女拔木还会四血之际 真的猛 可以评论一下小兄弟们